李佳琪小课堂开课咯 跟大家聊一聊 很多女生们在护理口腔遇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饭后半小时内能不能刷牙 要先用水牙线还是先用牙刷呢 每天人家刷牙是否就能够拥有一口好牙 都是大家对于牙齿口腔护理的一个疑问 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会在今天的 李佳琪小课堂口腔护理课上 给大家一一来解答 那佳琪可能在口腔护理上没有那么那么的专业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口腔小课堂 还特意请到了资深口腔护理产品研发经理 乐盈老师来给我们一起 科普专业的口腔护理知识 好 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叫乐盈 而且乐老师是口腔行业理事单位成员 多次参与相关国家法规 以及行业标准的一个制定 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实验 并且精通配方开发 今天晚上给我们好好上一课 之前就老师我们也看到过一种说法 就是说只靠每天早晚认认真真刷牙 是没有办法很好地维持口腔健康的 所以这一种说法对吗 是对的 因为刷牙呢 它其实只能清洁到牙齿表面的一些牙菌斑 但是牙缝当中的那些细菌 其实靠刷牙是不能完全清除干净的 那如果长时间的不做清理 就会引起蛀牙 牙结石 牙蝇盐 各种口腔问题 所以这个是对的 不能说只靠早晚的认真刷牙 你的牙就不全问题了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小的KT版 我们用了一和二 用了绿色跟粉色两个颜色来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用牙刷 电动牙刷刷牙 只是刷到了绿色的这个面 就是你牙齿上面那个缝缝的地方 以及你牙齿表面的地方 那红色的地方就代表 你用牙刷和电动牙刷刷不到的地方 就是两个牙齿之间的缝隙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美们不是说你每天早晚认认真真刷牙了 你牙齿就不全任何问题了 所以刚刚那个是错误的 那老师可不可以再给我们美美解释和科普一下 一些口腔护理的知识呢 其实我平时说刷牙呢 包括还有使用牙线呀 水牙线呀 漱口水呀 这些工具 对 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清洁口腔里面的牙菌斑啊 是 尤其是牙菌斑 它是引起绝大多数口腔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 好的 我觉得老师已经说到重点了 所有女生是不是跟我一样 我真的完全搞不清楚 到底我是牙菌斑的问题 还是牙结石的问题 而且哪个是牙菌斑哪个是牙结石 所以我们今天上了一个教具给大家 让大家比较的了解 什么叫做牙菌斑跟牙结石 其实牙菌斑是复杂在牙齿表面的 是一种有粘性无色 或者是浅黄色的生物菌膜 它就很像一个细菌的社区啊 而且当牙菌斑量比较少的时候 其实用肉眼是没办法看得出来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牙菌斑显示剂 可以很好的做呈现 比如说这个是牙菌斑 所以牙菌斑老师一般在哪个地方出现 牙齿的边缘的地方 它是软软的黄黄的 那个就是牙菌斑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叫牙结石 我们用了一个比较偏黑色 因为牙结石可能比较偏黑 所以牙结石一般出现在哪个地方 它也是在牙齿跟牙齦的边缘 但是呢它是会在我们舌头的内侧 这张图片就是牙菌斑 这个地方软软的黄黄的这种地方 就叫做什么叫做牙菌斑 牙结石是在你嘴巴打开的中间的内侧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 这个就是牙结石 所以老师牙结石是哪个地方 可以用这个笔指一下 好 来 就是这里 非常明显 它几乎每一颗牙都会有牙结石 对 所以牙结石应该会引起牙引萎缩 对 它会引起牙周病 牙引混肿啊 出血啊 严重的就会萎缩 这就是形成后面之后牙引萎缩的样子 就是你的牙齿可能会比别人看起来会长很多 对 牙菌斑会让牙齿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呢 因为我们刚才说牙菌斑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细菌 是 所以它不同的细菌呢 就会造成不同的一些口腔的问题 是 比如说牙菌斑里面有一些细菌 它会利用食物里面的糖代谢产生一些酸性物质 然后就会导致这个牙齿的矿物质流失 就这个 所有女生们 这叫做牙齿矿物质流失 严重了以后就变成了柱牙 就是曲齿 这个就是曲齿 那这个曲齿呢就会比较的轻微一些 它是比较浅的一个曲 这样容易就可以补掉了 它会先把它里面曲的地方都去除干净 就刮干净 然后就填充补好之好 它也可以保住它这个牙齿 对 而且它这些曲比较浅 它在清理的时候都不会感觉到疼痛 但是像这颗曲它其实已经到里面了 尤其像这一个就更加深 它已经到了牙髓的地方 包括牙神经啊牙根啊都在里面都已经取到了 所以老师这种应该就没办法救了 这个很难救 这个还可以救 但是这个救的时候就已经会很疼了 如果没有及时取掉我们这些曲齿的话怎么办 要么就是做根管治疗 OK 要么就是直接拔掉 如果就是你一起放这让它烂的话 可能会引起牙龈萎缩 甚至会影响到旁边那个牙齿 对对对 会影响到你下面的这个牙草骨 就会影响到旁边的牙齿都会有影响 那牙菌斑呢它还会有一些细菌 就会导致一些牙龈炎 牙龈到红肿啊出血啊 你刷一刷牙出血了 那就是一些牙龈炎的症状 所以牙科医生也不会讲说牙龈炎是因为上火引起的 而是因为很多的细菌引起的 千万不要再听你妈的了 这个就应该要及时看医生 对 这个其实是牙龈炎非常早期的症状 你如果及时去看医生就很容易清洁 然后牙龈炎就可以恢复就可以变好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觉得没有关系啊 只是肿了没睡好 然后吃点什么消炎药啊 然后它就会越来越严重 那严重之后就会导致牙周病 其实它这个时候它这边已经有一些牙结石在里面 它刺激你的牙龈 导致这个牙龈慢慢慢慢萎缩 它就会有更多的牙结石 萎缩了以后它其实已经是不太可逆的了 所以老师我们用牙刷啊什么牙线啊什么牙膏啊 然后现在的水牙线啊漱口水啊 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很有效的去除牙菌斑呢 是的 可以的 牙菌斑它其实是非常容易清洁 只是说不同的部位可能又用到不同的工具 所以说牙刷啊牙膏啊漱口啊漱口水水牙线 都可以互相交替的配合去使用 那就日常清洁之外就是浮化物是目前就国内外专家 比较公认的有效的一个防取的一个手段 所以其实有些妈妈们就比如说我在卖牙膏的时候 或者我在推荐一些小朋友的牙膏的时候 很多妈妈会说 李佳琪我只要那种不含浮的 我要给我宝宝最好的那种牙膏 其实这种说法也不是一定正确的对不对 对 因为浮化物就像刚才佳琪说的 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个公认的 可以防取的一个有效物质 那么浮化物它可以在牙齿表面呢 形成一些保护膜 用进牙齿的再矿化 然后抵抗酸轻食 那所以我们在牙膏的选择上面 其实是推荐选择含浮牙膏的 如果说有些宝妈有一些担心 宝宝太小太小了 它还不会出口 还不会吐出来 可以选择不含浮的牙膏 但是如果一旦宝宝们已经会出口了 会吐水了 建议宝妈们给宝宝们选择含浮牙膏 所以我们在牙膏的用量上 建议大家 零到三岁的小朋友 每一次用米粒大小的牙膏就可以了 三到六岁的话 用黄豆大小的牙膏就行了 好不好 好的那老师 儿童什么时候开始应该使用牙刷了 它其实有牙齿长出来了 我们其实就建议宝妈们 要开始给它刷牙做清洁工作 那老师 我觉得现在主要都是 应该是比较偏年轻的 男士女生们在看我们的直播 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如何维持口腔健康 我们今天就要老陆来现场演示 我们经常用刷牙的方式 在涂上牙菌斑显示剂 来看看牙菌斑的去除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拿到的一个 比较专业的东西来测试 是否牙齿上已经覆盖了牙菌斑 现在我们把所有的试剂都已经涂在了 老陆的嘴巴上和牙齿上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靠近根部的这个地区 颜色色度是非常难重的 它的这一块牙齿表面上 其实没有那么好的 所以美们正确刷牙之后 我们看看牙菌斑显是否会存在 那老师直接教我们如何正确刷牙吧 很多人都会很正确刷 因为感觉可以用力 但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而且时间长了之后 会导致这里的牙幼质就变薄 然后就肤造成了这个 卸状缺损 这样子的话 你整个牙齿的受力就完全不均匀 而今咬的时候可能会把牙齿刷掉 正确的刷牙方式呢 是我们沿着这个牙面 上面的牙齿呢 我们就沿着它从上往下这样刷 哦 从上 里面的一些脏东西给刷 里面的牙菌斑啊 是 是 包括内侧也是同样的 所以我们也要刷内侧 不只是牙齿外面 对 内侧一定要刷 因为内侧是最容易忽略的地方 然后下牙呢 就是沿着这个牙面 从下往上刷 先把牙面都刷干净 是 然后里侧也是这样子 所以美们 就这个地方 就是你牙结石最容易出现的地方 然后像这里的咬合面 可以来回刷 OK 这是可以的 或者画圈圈的刷法 下面就是重点 就是在牙银跟牙齿的边缘 因为我觉得交界处 应该是牙菌斑隐藏最深的地方 非常深 所以有时候会藏在牙银的里面 靠里面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刷毛 45度角 放在牙银跟牙齿的边缘 因为可以轻轻地伸进去 然后左右颤动 不是横着刷 是轻轻地颤动 然后把里面 就是银沟里面的牙菌斑给带走 轻轻颤动地带走 这就是近代比较流行的巴士刷牙法 对 最后呢 刚才嘉琪其实有一点是做对的 就是刷了舌苔 对 我们也是推荐要刷舌苔 因为舌苔上面 也是会有很多细菌附着在上 是的 所以刷舌苔的时候 我刚刚那个头发是对的吗 对 就可以来回这样刷就可以了 谢谢老师 这是我们刷牙的正确方式 接下来 牙线 就很多人会说牙线 然后包括水牙线或者那种东西 该怎么样去刷 而且很多妹妹比较都重视说 吃完饭之后立马刷牙 所以吃完饭之后立马刷牙是对的吗 其实是不太对 那因为吃完饭以后 会有一些酸性物质 就附着在牙齿的表面了 那这个时候牙幼稚相对来说 是比较脆弱和软化的 这个时候去用力地刷牙 其实反而会对牙幼稚造成一定的损伤 可以漱口啊 可以用漱口水啊或者用清水啊都可以 那刚刚我们老陆已经用了正确的刷牙方式 认认真真的刷了一遍牙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老陆的牙齿上的牙军斑有多少 好不好 很干净耶 其他的那个牙银的旁边的 就牙银那个地方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残留 但是表面上已经开始刷干净 你们看 他这边的牙银会比较红 这边会比较红 这边会比较红 就表示他的牙军斑在牙银的缝缝里面 就是那个阴沟的地方 对 OK 所以正确刷完了之后很干净 那接下来来告诉大家 如何正确和为什么我们有必要 使用牙线跟水牙线 然后这就是你们平时吃完饭的时候 你们会剩下的一些菜渣 所以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用牙线或者是水 其实平时用牙线的话 有什么要注意的一个方式吗 或者直接把它塞进去 然后拔出来就可以 对就轻轻的 所以我们推荐大家 自己剥落你的一些残渣剩饭的时候 一定要轻轻的 因为有的时候牙缝比较的紧 这样前后往下走 然后勾到我们的菜了之后 挑开挑出来 这里就很干净了 比如说这就是水牙线 你们就可以用这个水枪去 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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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出来了 好的 很多人也会问说 牙线跟水牙线是否可以相互代替 其实不能完全相互代替 有区别 当你两颗牙齿贴得很紧的时候 水牙线呢 它其实会通过一些缝隙的地方 然后这些缝隙呢是 牙刷刷不到的 但是水流可以通过 但是如果当两颗牙齿贴得非常紧密的时候 水流是通不过这里 那这时候就可以用牙线来清洁 来接下来再有一个问题 有些妹妹也会担心说 使用牙线会不会让我的牙缝变很大 其实不会 也不会 也不会 使用牙线呢 它只是把填充在你牙缝里那些缠杂 是 清理干净 然后你好像觉得这个牙缝就变大了 其实它本身就是那么大 那老师到底应该是先用牙线 还是水牙线 还是先刷牙 这三个顺序有没有讲究 有一点点讲究 真的 如果说你之后不会用漱口水 那么我们是建议先用牙线 或者水牙线 把牙缝里的牙均一般先清理干净 然后把没有清理干净的一些残留呢 带到牙齿表面 然后通过刷牙来清洁 那如果老师用了漱口水呢 用了漱口水就都可以啊 最后你可以用漱口水出漱口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KTBi 给大家来总结 第一个不用漱口水 我们是先用牙线或者水牙线 把缝缝里面的残渣剩饭冲干净之后 再用牙刷牙 如果你是用漱口水的女生们 使用漱口水 你可以牙线水牙线刷牙漱口水 你也可以刷牙牙线水牙线漱口水 所有女生 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 好不好 美女们一定要注意哦 水牙器也不能代替刷牙 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不好 她们是完全不能互相代替的 对 因为刷牙呢它是重点清洁牙齿一些大的一些表面啊 然后冲牙器呢它可以作为补充去清洁牙缝 还有一些牙周袋里面刷牙刷不到的地方 所以它们可以互相补充 但是不能去代替对方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每天早晚认真刷牙 并且使用了牙线 水牙线 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吗 那我们会建议妹妹们呢 每年定期的去一些正规的牙科检查牙齿 然后根据医生的建议看要不要洗牙 因为每个人口腔状况不太一样 然后同时呢医生还会给牙齿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看看是不是有蛀牙了呀 然后如果有蛀牙就早一点去处理它 那我们来整理一下刚刚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她说是不是得了牙结石就一定要去牙科医院了 是的 从小牙齿就长了很多白色白 但是当时没有在意现在还有的旧吗 有旧啊 可以去医院看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早期 所以这个就是你不用那么担心 你去牙科医院很容易就把它解决好了 所有女生这个LD的女生说 刷牙也刷布白怎么办 其实牙齿的美白呢 有些妹妹也会有一些误区 所以我觉得牙齿我就是希望越白越好 但其实牙齿它自然的一个颜色 就是有一些微微的光 但是它是非常自然的有一些光子 是 所以是自然的颜色 OK 可以去追求非常极致的一个白 可是自然就好健康就好 好的来下一个 沾了食盐刷牙 真的可以美白牙齿吗 不太可以 是 太建议了 还是建议用专业的牙膏去刷牙 不要就是在家里面自己DIY牙膏 是的 好 接下来 儿童虫牙到底该怎么办 第一时间看牙医的 当你自己真的解决不了的时候 不要在家里面自己DIY 或者是忍痛 一定要看牙医 下一个 牙齿不抽烟发黄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如果吃了一些有颜色的食物 然后牙齿表面有牙菌斑 它就会让牙菌斑染色 OK 牙齿就会看上去有些黄黄的 比如说喝了红酒呀 咖啡呀 可乐呀 那些有颜色的东西 所以你们在吃透的东西上面也要注意一点点 而且吃了有颜色的东西要及时漱口 牙齿正积后老了 牙齿会掉吗 正积跟牙齿掉落 它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联系的 其实正积是有好处的 因为正积的牙齿 正积前它是因为不平 平 那这种牙齿会更加难清洁干净 所以正积之后它相对来说比较平整了 清洁就更加容易 也会让你的牙齿健康会更加的延续 是的 还有一个女生说 智齿不痛要不要拔 总感觉刷不干净 而且会把牙 击出来成为小爆牙吗 智齿如果不痛呢 可以不拔 但是智齿是很过来阻生了 对不对 就顶到前面的牙齿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拍一个X光 对 去查一下 OK 后牙一会看 如果它是长得好好的 就不用拔掉 如果它确实有些挺深 影响到其他的牙齿 那可能就是要处晕 那就要处晕了 还有戴牙套怎么刷牙 戴牙套的话 可能不同的牙套 但刷法里的它一样 如果是那种传统的牙套呢 除了正常刷牙之外 还建议用水牙线 因为它有些沟的地方 是 是 是 那如果是一种其他的那种 隐形牙套呢 可以取下来直接刷 OK 所以像往往戴这种钢牙套 就用水牙线 就是冲 对 要不然我跟你说 你戴完了牙齿回来漂亮了 结果拿下来贼黄 贼多牙军般 所以如果是那种隐形牙套 直接取下来直接刷 当然了 所有女生们 非常高兴今天可以请到 我们的老师来我们直播间 做这么好的一个科普 老师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直播间 正在观看直播的妹妹说的吗 那我们就建议大家 早晚用巴士刷牙法 是 人间真的刷牙 是 然后每天可以坚持用牙线呀 水牙线呀 漱口水呀 嗯哼 做一些辅助的清洁工作 没错 然后每年定期的去拜访牙医 然后看看是不是要洗牙 然后同时做好一些预防的工作 没错 然后牙齿出现一些早期的一些问题 可以及时的解决 最后祝大家都可以拥有一颗 健康的好牙齿 辛苦老师 下次我们再来做一场 烏牙之后 如何护理牙齿那种小专场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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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了